三藩市 李孟賢實世一周年 親朋好友共懷冕 今日上 三藩市師傅在市長辦公室門前舉行紀念活動 懷冕世一周年的前市長李孟賢 遺商李林俊敏和兩個女兒 以及從全國各地講到的親朋好友 都出席了這個紀念活動 二任市長布里德首先致詞 2017年12月12日晚 慈市長李孟賢突然心臟病去世 今日她的小女Briana Lee 懷冕父親 三藩市華協中心行政主任方小龍 是李孟賢的生平自由 兩人相識已經超過40年 我認為他是個角色模特兒 如果他都不得用力 他們也用力 因為他一邊用心 所以他要用力 李孟賢和笑聲 對可以多大 裡面,他用大心 Victor林偉皓曾經是市長辦公室 新聞部副主任 他與李孟賢共事多年 前市长的笑容和和谐 被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11月份的时候 很好笑容的 所以我永远都记住 市长他面带笑容 无论有多困难都好 他也都很喜欢讲笑 特别有时讲中文的笑话 更好听的 纪念活动 最后在市长 生前最爱的乐团献唱中结束 希望这位三藩市的 第一位华裔市长的光辉 可以继续召召三藩市 天下卫视记者 雷权感冒到